大家好 从2008年起 中国共产党栽赃张阳和习悦是精神病例 完后要指使马家里医院和精神六院 伪造张阳和习悦的精神病病例 并且张中方拿着伪造的精神病病例 直接走上奥尼村法庭 要求取得对张阳的监护权 被法院依据张阳的申诉和所提供的证据 被法院驳回了 那么马家里伪造了习悦的精神病病例 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 无法下达最终的确诊的定论 那么面对这个对张阳和习悦是精神病人的栽赃陷害 凶手的目的已经非常明确 就是张中方向法院所起诉 要求取得张阳的监护权 那么西悦背后 雷里叶背后那种凶手也是要取得西悦的监护权 为什么呢 因为张阳和习悦在国家那里有一笔钱 他们要霸占这笔财产 这个在冯小刚的电影《天下无贼》里都说得很清楚 傻根有一笔钱存在国家那里 面对这个问题 由于凶手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他把张阳和习悦与人民群众隔离开 关禁软禁在自己的住宅内 通过互联网以及微波的传音和电子设备的控制 对张阳和习悦实施虐待 恐吓 威胁 让我们获得外界信息的来源只有互联网 而这个互联网完全被中国联通和中国的安全部门控制 我们能看到的只有网络上仅有的几个人 和他们共产党片面的宣传 很多网络信息 都可能是伪基站传送出来的假消息 然后他让我们去录制各种各样的视频 下载下来 据说已经有人检举揭发上有关部门对我们进行状告 栽赃和陷害 由于我们只本持着历史资料和个人经历 并不相信互联网上的胡说八道 不为这些网络上的白骨精所迷惑 所以凶手想通过网络诈骗囚禁起来 关进小黑屋里进行网络诈骗的图谋 没有得逞 由此 马加利医院和精神六院伪造的关于我们的精神病病例 都无法成立 张芳上法庭上所起诉的 要求取得过监护权的这种诉讼 被法院驳回 现在经过长时间 他们把张阳和徐远关在小黑屋里 进行恐吓 威胁 虐待 殴打 以及 持续不断的网络诈骗 始终没有达到他们应养效达到的犯罪目 不仅如此 我们把事情调查得越来越清晰 而且已经把相关的所有资料 直接提送到了北京市长期澳洲人民法院 法院已经收到了我们上万条的所有的各种证据 光我们在起诉书中提供的证据就多达四十多下 事关重大 并且我们已经上报了中共中央和国际社会 我们也通知了香港的有关法院 现在张阳和徐远还在被中国共产党关在小黑屋里 软禁在自己的家中 他们使用电磁武器对我们进行殴打迫害虐待 周围的邻居对我们进行监视窃听 然后呢通过伪计战向我们传送假消息 对我们进行误导网络诈骗 而这一切在我们的身上 所有的阴谋诡计都没有得逞 这就是共产党 把我们软件在家中进行网络诈骗的罪恶的图谋 我们现在把它彻底曝光 好谢谢